奋力会舞党旗 提振士气 马华今天在毕丽州举办团结式更强大集会 总会长廖钟来 熟理总会长拿多斯里魏嘉祥 还有王嘉全 李志亮 周美芬 张胜文 王赛之和毕丽州联委会主席马汉顺 全都到齐 我们未来没有种族集团 党领袖在台上喊话 现场还有八千多名马华党员和华团代表 现身力挺 场面浩大 廖钟来说 来届大选 马华有望在霹雳州出战七国十五州 他号召所有党员 总动员备战 希望所有一席都齐开得胜 我们的选战 必须要确保齐开得胜 更重要的 我们在号召所有的党员 招之既来 来之必战 战之必胜 这一战是确保华人的政治力量 在这个国家的政治血脉能够永续 对于行动党誓言要利用这次大选 剿灭马华 廖钟来炮轰 行动党傲慢狂妄与无伦次 等同已经踩上马华家门 党员不能坐视不理 所以当他们骑上我们的门的时候 所以我呼吁我们的党员回家 我们不能够让行动党为所欲为 以剿灭马华作为借口 那么最后再牺牲这个国家的和谐 多元中庸的治国理念 廖钟来呼吁党员来接大选 不仅要为马华而战 更是要为华人的政治血脉而斗 如此一来才能让华人力量 继续留在政府的体制内 带领国家继续发展 保障华人的民族利益 NTV七霹雳采访不到